大家好,给大家讲解一下仓谷种植换盆 用手轻轻按压盆的植料 植料按松了,我们就给它脱盆 把旧的植料给清理干净 然后把根系清洗一下 根系很健康 如果根系比较长的话 可以用消毒好的剪刀给它修剪 但是我们这个根系比较短 就不用了,直接种就好 用一个透气性比较好的盆 盆有孔,透气性就比较好 往盆里面填植料 植料填到盆的一半 将仓谷放进去,放在盆中间 然后往这个边缘上慢慢地填上这个植料 填到8分满的时候 用手轻轻地按压紧实 我们用一款通用的好看多款式肥 根据植株大小三个十几粒 再继续填植料 我们在用赤玉土和小红石沿着盆边沿铺满 铺小红石和赤玉土是因为我们原来的植料比较轻 一方面是为了美观 另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浇水水 植料水涂流失 将种好的仓品和一盆一起放水里 水到盆高的一半 即泡半个酒水 放在环境通风的地方 每天定期浇水就可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